这是几位在六十多年前战火纷飞的岁月中 结下身后姐妹之情的老同学老战友 他们共同的母校 就是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抗日军政大学 这位热情洋溢 和蔼可亲的女主人 就是习仲勋同事的夫人齐欣 她是这几个老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也是今天这次聚会组织发起者 黄河之兵 一二 黄河之兵 结婚这一群 中华民众优秀的子孙 人为解法 救活的德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当时我十三岁 在考入了那个北平市的女中 正在看榜的时候 正在高兴的时候 听到了卢龚桥的跑声 去这事变以后 北平市民群情急愤 掀起了抗日高潮 市民自发的 在我住的那个南昌街口上 堆满了沙底这位象征 姐姐当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 民族解放先锋队 担任学生会主席 还是党员发展对象 政治面貌已经暴露 所以党组织决定让他疏散 我和姐姐进这个北京站的时候 是在日本县兵的两行 这个四刀缝里通过 这个时候呢 平静流氓学生啊 大场既往歌曲 那个激动的场面是 令人声泪俱下 这一星人呢 到太原就搁奔东西了 姐姐把我带着 他同学家人住了几天 天天就是逃难 逃国民党的民 只要一喊兵来了 村里人就跑 我们跟着也跑 跑到山洞里 有时候躲过一两天 这种生活啊 梦得很 有时候我就 一个人走到树林子去 把这个改编的流氓歌曲 我就唱 我的家在河北大清和尚 娘啊娘啊 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环聚在一旁 唱着就大哭起来了 我很想我的娘 1939年3月18日 我的姐姐从长治 亲自把我送到 住在豚牛的 看待一天校 走校部 她和同志们介绍我 说我的妹妹是一张白纸 染出什么颜色 就什么颜色 人走的时候 嘱咐我说 这里啊 还有长州的五红军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还介绍了两位 他认识的同志 一个叫易辉 一个叫刘康 当时给我这个印象的 就是他虽然年纪很小 他都十五岁 所以看到他都十五岁 但是当时长得很高 还不错 所以在那里去了 班上觉得非常积极 你不会就学 人家听 熊九九想的 很傻伤的 背着个墙 漂亮 漂亮什么呀 我从来没觉得我漂亮 我哪漂亮 漂亮 我跟推进你漂亮 绑带打的最好 那个英姿大爽 皮带的那个军艺 你老兄 你不是挺 更变得很 人家年纪 有年轻 十六岁 背着个枪 还也绑带打的 弄个整齐 你够 够棒的 打绑带 那还跟我教教 打绑带呀 集结合 我还不 集结合 1939年 七月 由于日控 企业大扫荡 全校投入 反扫荡的战斗中 看待一份 像女生队 党支部 为了考验我 调我到队部 当通行员 直接在营部联系 下着雨 就收进去了 那时候还有狼的呀 晚上回来 他也不怕 那个狼叫我 他也不怕 不知道害怕 他也不知道害怕 他那个冷静 这有时候 我刚从后方来 我都觉得 这真不得了 这些 武装汉奸都有 武装汉奸都有 才是人去的 才是人去的 那时候 那时候不知道害怕 不知道 所以我这个 长板烫人上也睡 趴在烫眼上也睡 1939年8月14日 年仅15岁的齐心 由于表现坚定勇敢 经过上级党委批准 破格入党 后补期为两年 1943年吞天 西北京呢 从这个严大中学部 调一批青年 去隋德师范和米质中学 开展学生工作 我一去呢 就分在这个比较活跃的 那班呢 当党支部书记 习仲勋同志就说了 一次动员报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第一次见面呢 这很偶然 那可能是个礼拜天 他呢 从那个我们的金人老师 杨斌的那个姚栋那儿出来 正好碰到我 我从教室那儿过来 他是地委书记 我已经知道了 见过了 但是我们并不相识 我就跟他敬了个军礼 他呢就微笑的 向我点了点头 就过去了 这个运动啊 受左的也左的影响 这个时候呢 这个习仲勋同志 要找我们 在这儿党员学生谈话 另外总之也派了我 一到他那个姚栋啊 见到墙上挂的 毛主席亲笔的 给他提词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然后呢 他就跟我们谈了 问了我们 现在情况怎么样 让我们汇报以后呢 让我们要主动的 抵制这些左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觉得 虽然话不多 就能接几句啊 非常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 意思呢 正是集中要害 这次谈话 可以说是对我 简直是一个 依附清醒剂 而且他的作风呢 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这些什么花材 哎对这个花刚开的 刚开的 嗯 天啊 累啊 我又在一块儿散锅补了 这儿凉不凉 要不给你剂 不凉不凉不凉 不凉不凉 不凉不凉 那个刚才 那个谁 那个楠楠 嗯 说问爷爷奶奶好 好 他在那边还上课 上课 上课 说都挺好的 今天晚上 嗯 现在是他的晚上了 他说他晚饭呢 吃的寿司 日本饭寿司 是他自己做的 这个哇 真厚 金平呢 他去厦门 去厦门 去厦门了 嗯 在那边呢 挺忙的 忙 还下乡 就是年三十晚上 跟那个就是立元他们一家 在家里吃了个火锅 哦 然后第二天就 就外出了 哦 随着运动的发展 我们竞争台大会 我也是作为学生代表 主席团成员 见面的机会也多 但没有直接联系 就第一次呢 收到他的一封信 很突然 他向我就介绍了一个 他的情况 当时感到很突然 但以后呢 就接连着写信 都非常吸引我 因为他谈的都是工作 嗯 日文当中的一些部署啊 还有经过的学习 打算等等 他对我很有吸引力 可是呢 接连不断的这个 嗯 接到他的信呢 一方面对我是个 信任和鼓励 另一方面也要 我就要动脑筋了 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 我就很简单的写 我说你为什么 老给我写信呢 我们是什么关系呢 就这么一封信 马上他给我回了封信 他说 一件大事来到了 我一定解决好 我觉得他真是 很艺术的 可以说是 明白的 让我们搞了封信问题了 看到一天叫校长 何长工的 他出面 做我们的介绍人 和郑坤人 那时候我也不懂郑坤人 后来的见 我就说 我是你的 你们的郑坤人 实际上确实 习仲勋让我看了 和何长工给他写的信 介绍我 说我是到了边区啊 到延连以后才长大的 就在这个促进下呢 使得习仲勋下了决心 他的决心点 是我打笑过 1944年4月28日 习仲勋同志的住处 一片欢声笑语 前来祝贺婚礼的 党政军领导干部 和周围的同事战友们 以虽然简陋 但却包含情意的礼物和方式 祝贺习仲勋 其心 喜结良缘 我们这准备了一桌 一桌饭 在一块吃了以后呢 就算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讲 就是相当隆重的 在那个时候 还有些人祝贺 送来一些这个 词画贴了满墙 另外还有的送了什么牙膏 什么牙刷 这个牙膏牙刷我就分了 因为我过去 过来过来的那种 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了 有东西都大家分了 在那个时候 我们是其缺这些东西 日用品 因为我跟他结婚的时候 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 一个各方面基础 还比较差的一个 革命青年 只有五年党令 五年共令 不过就有一颗革命的心 从隋德来看我 讲到他这个 在那里的一些工作情况 我觉得他很有长进 还没有离开这个抗大的本色吧 还是个军人打那样 从1944年结婚 到解放前夕的1949年 长达五年的时间里 其心很少留在丈夫身边 他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 都投入在陕北农村广阔的土地上 投入到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中去 到农村去 就好像回家回故乡一样 而且感到劳动人 甚至比自己的亲人还要亲 这个呢 就我觉得是 中心同志对我的支持 引导分不开的 受劳动人的服务业 又受中心同志的熏陶 使得我自相感情起了变化 结婚第六年 生了第一个孩子 有了孩子以后呢 我就留在西北军 中子研究室做研究员 是农村做研究员 一断来以后 我就又背着背往下降了 哎呦 去吧去吧 抱起来跟奶奶想想 跟奶奶亲亲啊 哎呦 来这儿叫 哎呦 好好好 说吧 这回来的菜车大牛 对 这小儿子 这是我的大女儿 这是小儿子 中间还有两个 哦 没有人来 你接过我父亲 我父亲就要借给你了 昌平说的 那个是 分个 还有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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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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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初啊 您的父亲啊 也是 我父亲的几个警卫人 哦 贡献很大呀 受伤的时候 你还都说背下山啊 是 啊 一手打着枪啊 冲出来啊 哦 袖子袖子这么个 几十年来 他们夫妇对老去的土地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切的怀恋和感激 在习老年近九旬行动不变的情况下 齐欣带着丈夫的重托 开始了历时二十天 行程四千公里的西北考察之行 茄儿啊 啊 把这个音乐房打 我放大了 完成了西北老区的考察和访问 齐欣把第一手调研资料和直接的感受 写报告给有关部门 联系多方力量 为这些地区的三个重点希望工程 筹集经费四十五万元 我父母啊 基本上在我们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不给力花钱的 到放寒暑假 我们家旁边有个电影院 就是当时的我的印象中啊 票价比较贵的时候 学生票是一毛钱 便宜的时候呢 是五分钱一张 但就是为了争取啊 这五分钱一张电影票啊 也是不容易 爸爸那时候呢 就是生活费啊 钱呢都是归秘书 我带着两个这个弟弟妹妹啊 要想看一场电影 花个一毛五 一人再吃一根 五分钱冰棍啊 就得争取这三毛钱 脚尽脑汁啊 去说服我父亲的秘书啊 能够给我们 秘书啊 就我们花钱都要记账 月底啊 都看谁名下花钱花得多 如果是不合理的 那我父亲要给我们信话 想看电影啊 是爸爸那点威严全忘了 看完电影以后 才有后怕 所以就盼着早一点 见到妈妈呀 从妈妈那儿啊 就把这三毛钱讨回来 再还给秘书 然后呢 在他那个记账本上 再把我的名字划掉 直到看着他拿笔 把我们的名字划掉啊 这才舒了一口气 最是父母操心的 也就是子女的成长 如果子女出了问题 那对父母来讲是 是推卸不了一层 在兵团的时候 那时候爸爸没有音信 有常常看到啊 兵团战友啊 家里都给他们寄包裹 羡慕但不敢想 因为我知道 我妈妈的经历条件也有限 但有一天呢 就是意想不到的 接到了一个包裹 是这个两件啊 花布衬衫 在这个衬衫的兜里头呢 塞了几块啊 黑颜色的水果糖 啊 和这个一封啊 沉甸甸的信 就妈妈千兵宁万嘱托 就说要让我呀 珍惜他寄来的这些东西 就是这两件花衬衫呢 是他呢 自学缝纫呢 亲手利用他 劳动之余缝纸的 看到这个包裹 特别特别开心 可是呢 就觉得呢 虽然是两件花布衬衫 但是感觉特沉溺 非常沉重 就觉得这个呢 实在他这个 艰辛劳动之余啊 用他节省出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 薪水啊 给我缝制的 所以的话 当时呢 我就有一种感觉呢 就把这个糖啊 这个水果糖放到嘴里 我都没觉得甜 后来呢 我才听说呢 每到吃饭的时候呢 我妈妈都千叮零万嘱托呀 让我的弟弟啊 你就打半个菜 你要想着你的哥哥姐姐啊 他们呢 都在农村呢 生活比我们艰苦 咱们节省着点 完了以后呢 哥哥姐姐 有困难的时候呢 能够对他没有所支援 1975年 我利用暑期的时候 我母亲说 你去山北沿河看着沟 那块土地呢 是培育我们 培育你父母成长的地方 你要去摄下降 那也算城里来了 虽然当工业啊 但跟他们是天壤之别 那么我哥哥铺的土炕上 就一层席子 一个床套 底下全部是六六六粉 我说为什么铺六六粉 跳蚤狮子 我到了三天 浑身是 咬的是 到最后的大水泡 我妈妈在干校劳动呢 好容易有一个假期 不是呢 到山西 就是到山北 要么就是到内蒙 就为我们几兄弟姊妹 就把他仅有的薪水啊 挖在路费上 而且常常呢 都是债 70年的一天 天上飘着大雪 母亲从运城火车站出来 当时他党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 他千里迢迢到我这儿来 那是 担着很大的风险 可是我妈妈还是千方百计的 来了 也就仅仅了三天 我母亲给我留下的一生 令我难以忘怀的母爱 这既长人心酸 又令人感动的回忆 为我们描述出这个家庭 昔日所走过的一段难忘的日子 文革中 习仲勋一家 以一种坚定的信仰 和坚韧乐观的态度 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来 儿子 你好 爸 今天回不来啊 那好 好 好 我跟你说 儿子 你这么多工作 工作需要呢 那我妈妈听了还挺高兴的 关键还不在意你来不来 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 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小心 儿子 我这个千言万语吧 就是希望你把你的担子 重担了 挑好 千万不可大意 千万不能犯错误 你的责任性比谁都大 但是也不要负担 你把身体搞好 安全第一 健康为重 你没有后顾之忧 全身投入 把工作做好 妈妈也没有更多的话了 我祝你 还要祝福 祝你 祝福你 祝你 和丽媛 还有小母子 我的小孙女 春节愉快 家庭幸福 家庭幸福 吉祥如意 谢谢 四川 还有预备会 两会啊 那好吧 您注意休息啊 好吧 我跟您说啊 我给金平 我给金平通了个电话 他现在正在车上下乡呢 我问他能不能过得这个忙啊 从那一半天来这儿来看看你 他说不行 一个是他要出国 再一个呢 还有两会 好吧 对吧 他有两会 他问我需要什么 我说我需要的是你健康 好好为国家处理 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这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 对对对 在为丈夫倾心尽力付出的同时 齐心为周围的人们 更是千方百计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 同年我有病了 大姐没在家 我在家呢 他那大儿子回来了 大儿子一进那院里 他说 说这怎么 哪得抢救车呀 干嘛的 说阿姨病了 这两回到这个金平 就逃出一千块钱给公务员了 说不要了 阿姨拉医院赶快瞧病 这叫急救中心就把我拉走了 抢救了 到第六医院抢救 到夜间还没抢救过来呢 大姐就说 就给姚米来电话 收我工资袋 抢救阿姨 就那儿说 那后来我好了 我知了点事 你家人我老头也干过了 我心里好不好受了 有一个阿姨呢 是这个叫吴忠秋阿姨 她是三五年参加革命的江西老公军 现在就是无亲无故 无二无女 一个孤寡老人 她呢就一直挂欠了这个老人 常常呢 想到这个老人身边无人照顾 生活艰难了 默默流泪 我说妈妈 如果啊 你实在放心不下 我就把吴阿姨接到身边 我来照顾她 说太好了 太好了 这我就放心了 那么后来吴阿姨呢 我们接到身边住了一个多月 她还是觉得一个人呢 能够多活动活动啊 有益于自己的健康长寿啊 最后她还是回 尽管我们把她接到深圳 她还是回到了西安 可是那但凡呢 有这个陕西来人啊 这个和有人到陕西去办事 或者我们出差啊 去西安 我妈妈都千变了一万嘱托 给她带去啊 她所需的营养品 和嘱托我妈 一定要去看望她 协助历史 做一些担心来反的工作 因为历史 虽然是他们有的 年轻有为 有聪明才智 但是他们和西老 接触的时间不多 我这都几十年了 所以有的时候 处理些什么事情 按照她的这个要求啊 和这个体会去做 然后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朋友啊 他们 他们是两个老姊妹 一生没有结婚 但都是大知识分子 有一个去世了 这个西老的秘书告诉我之后呢 我就写了东西 安慰她的信 同时呢 让张秘书 转交她五百块钱 那时候是 还是那个 九十年代初 后来过了几年 谈起来这个事 西老师 你应该给她 回封信呢 我说我还给她五百块钱呢 好得很 我都摸着她的心思 也就成了我的心思 在这个 我们五十五年的那个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她给我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我正在北京 她在深圳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我们结婚几年了 我说五十五年了 我祝你健康 普如东海 这个寿比南山 我很 我很这个激动 我说我对你帮助不够啊 她急了 她说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一生为革命 做了很多工作 也为我做了很多工作 有些是很重要的工作 2022年5月24日凌晨 与齐心风雨相伴了58年的丈夫 习仲勋 因病在北京逝世 叫靳鹏和乔仁来认识一下老亲 感谢观看 她曾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女硕士 她曾是新中国声望最高的女人之一 她的人生曾经拥有鲜花和掌声 她走的路曾经满是荆棘与坎坷 看到她仍然知道了优雅和宽厚的含义 下周一同一时间 敬请收看半边天系列节目 钟真刘少奇的夫人 晚光美